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初學者的大骨踩踏方法 很多時候在初學的課程裡面 初學者被教導大骨的踩踏方法是抬腿踩 在這邊我先說明一下抬腿踩 以及我等一下要介紹的平踩踩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說明一下抬腿踩 抬腿踩通常就是右腳 要整條腿舉起來 其實發力是來自於你的臀部你的髖關節 所以你的大腿會往上抬 明顯的觀察重點就是你可以在演奏的時候看你的膝蓋 右腳的膝蓋是不是有明顯的膝部有往上提起 因為你的整個大腿正在往上拉 帶動整條腿然後再往下踩踏 踩踏到踏板上面你的骨槌已經擊中大骨的骨皮的時候 骨槌要保持壓在骨皮上面 然後老師可能會要求你的腳跟要維持跟地板有一點距離 不要完全的放下 那就是讓你的力量保持壓在大骨踏板的前端 使骨槌保持壓在骨皮上面 一般我們會說這樣子的踩法叫做抬腿踩 就是抬腿踩大骨 那在這邊我說一下有另外一種踩法叫做平踩 平踩就是整個腳掌平放在踏板上面 以腳跟為 比方說這是我的腳好了 這是腳跟 以腳跟為軸心 這樣子讓整個腳掌是上下移動 所以其實實際上在動的就只有你的腳踝 那大腿其實是不用出到什麼力量的 這樣子的踩法我們就說是平踩 那主要它的發力 它的運作方式是來自於腳踝關節的運動 這兩種踩法在初學的時候 我認為兩種踩法都可以 也各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在這邊做一個說明喔 抬腿踩的踩法好處就是 比較有力量 尤其它動到的關節比較大也比較多 你會動到你的整條腿的關節都會運用到 所以說它的力量是比較多的 在初學的時候剛開始踩的前面幾天或者是幾週 剛開始踩踏骨的人可能會發現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的小腿會忍不住的抖動 如果你很認真的練習一個幾分鐘半個小時以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小腿會無法控制一直抖動 然後骨槌就不見得能夠平穩的維持到 壓在骨皮上面的那種狀態 如果你經過一點休息之後再來練習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因為整條腿的這些各個部位的肌肉 它並不是原本就被設計用來做踩踏大骨踏板這種動作 也因此你的腿部所有大小肌肉它的力量的比例 並不符合你的使用需求 因為你的腿並不是天生被設計來做踩踏大骨踏板的這種動作 抬堆踩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因為它的動作比較大 所以感覺比較明確在踩踏大骨的時候 比較好控制一些 例如八分音符的時間點都比較好掌控 所謂的八分音符在這邊簡單的說就是前半拍或後半拍這樣的時間點 但如果比較細緻的時間點的時候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摸索 但是至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在初學的時候練比方說練習八分音符節奏的時候 你會覺得大骨的踩踏感比較明確 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平踩有一個好處就是比較省力很輕鬆 然後它可以做到一些狀況就是你的骨槌 比方說這是我的骨皮 這是骨槌 你的Bitter在敲到骨皮之後 很自然就可以做到往後反彈 輕鬆反彈這樣子的動作 有的時候如果你需要這種反彈的聲音的話 用平踩是蠻輕鬆的 但是平踩就有幾個缺點 第一就是它不容易踩出比較大的力量 因為腳踝的力量畢竟比不上整條腿的力量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平踩用腳踝踩的時候它很容易疲勞 你想要踩踏出來的時間點 跟你的預期的時間點可能會產生比較多一點點的誤差 那也就是它的控制比較困難 那當然經過多一點的練習之後 還是可以達到很精準的狀態 這大事實上就是這兩種不同踩踏方法的比較 不同老師對於學生的建議不一樣 有人可能會要求說你一定要用抬推踩大骨 有的人則是沒有特別的要求 說不定有人會特別要求平踩 對於我來說我並不特別的要求要用哪一種方式來踩 但如果要我選的話我會選擇平踩 我選擇平踩的原因 對初學者建議平踩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平踩雖然在一開始 它比較不容易踩得精準 那一種踩踏感比較不明確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你在進階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就是大骨的雙擊 就是一個大骨的抬腿動作 要連續做出兩個16分音符的大骨 也許是兩個很快的連續的大骨音符 當你要做這樣子的踩踏動作的時候 其實要分別由腳踝來發動一次的踩踏 以及大腿來進行第二次的踩踏 當然也有可能是反過來的 總之這種腳踝與大腿協力合作的這個機制 在從初學者進階到這個踩踏動作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瓶頸 如果初學的時候只用抬腿來踩的時候 在這邊到了這一關 因為腳踝的使用的經驗非常的少 所以腳踝對於大骨的踏板 那種回饋的力道以及速度 感受並不是那麼的明確 在踩踏在控制大骨踏板的時候會非常的吃力 你可以想像你已經學了 也許你已經學了半年多甚至一年 你開始學習這項技巧的時候 就會發現你的腳踝根本就是一個初學者的程度 所以你的大腦可能已經有進階的準備了 可是你的腳踝是完全跟不上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所遭遇到的瓶頸 會讓很多練習者卡住很長的時間 甚至就把它列為一個不太實用的技巧 或者直接繞過它 甚至會因此而覺得自己打不好 就卡在這裡了 這是一個蠻可惜的現象 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習慣性的使用你的腳踝來踩踏 也就是使用平踩比較多的話 你在一開始就有比較多的機會 來運作你的腳踝 除了增進你的腳踝控制的協調性 以及對踏板的控制力之外 當你實際上進行到大骨的連踩的時候 它會讓你比較容易把抬腿踩的動作 跟腳踝的動作連貫在一起 成為一組協調而且可用的動作 基於這樣子的理由 我會建議在初學的時候 不妨採用平踩 但是你用抬腿踩也是可以的 它還是有很多的優點 所以這個並沒有說哪一項是 有絕對的優勢 只是基於往後你可能 在進階的時候 遇到一個比較難的技巧 到那時候你再來 準備你所需要的這種控制力 可能會有點來不及 而且會花很多時間 不妨在初學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做一點準備 這就是我的經驗分享